我今天要讲一个就是要与公开的 违法的 激进 理想主义做斗争 要与公开的违法的激进 理想主义做斗争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既定秩序一边 而是因为这是一种伪装的 伪装的 召回派 这是一种机会主义 投机主义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机会主义 是一种投机主义啊 opportunism 我靠为什么 就是公开的违法的激进理想主义 这个理想主义往往是他伪装成L或者伪装成S或者伪装成M无论如何他会伪装成这个东西 我操他这个他他其实就是说他就是有点我有点守不了了我有点受不了了我有点受不了了或者说他明知这种公开的话语他会意味着什么现实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非要这样去呃 呃呂吕虎须或者说 非要这样去过嘴瘾过嘴瘾过嘴瘾啊 这是病态的病态的 非常一旧之的病态的死 就是小布尔乔的性子 小布尔乔乔的性子 他是越这样呼喊 这个压力不会到他头上 因为他只是个匿名的网友而已 他顶多去 他顶多去写个保证书或者什么的 但是这个压力是刺激真正的秩序 他刺激现实的秩序过度紧张 以为就是已经形成一个什么局势 或者怎么样了 反而让那些在一线的普通人 更受到更受到更大的紧张和压力 他们并不是 他们这种是 他这个就是让别人压力更大 你知道吗 让现实压力更大 这种是什么 你是你是一个 当然违法性肯定是已经很糟 很错误了 你这个还公开去闹 公开去宣扬这种违法的激进主义 激进的理想主义 他有两个效果 一方面就是好像包容了他 包容了他 包容了这个东西 上面包容了他 就隐约觉得上面还是有某种 就就就就他想造成一种幻觉 幻觉你懂吗 就是就上面包容他 这些人就就 俨然就他自己就是怎么样 他自己就好像就是 他就他他就好像弄到他自己 上面有人一样的 就只有他能够这样 别人不能够这样的 他就隐约就觉得 原来他是 其实他和上面是一条心的 如果他说 他的他的那个 这种不当言论 言论啊 没有保留多久 就被删除了的话 这个应该是更 更应当法 更应当是这样的 就被删除了的话 他就更加怨恨 怨恨 怨恨一切 怨恨一切啊 包括那些缓步推进的 合理的那些言论 包括那些真正 道出现实真相的一些言论 他就会怨恨 他就觉得 他在那种 掀桌子的这些言论 没有被公开的表达出来 他就觉得一切都错了 整个体系都是虚伪的 都是假的 他就陷于 现在这种怨恨当中 自我联系 开始陷入一种自恋啊 这种自恋是什么吗 这种自恋是什么东西吗 这种自恋 无非就是 他不想真正去解决现实 他只想想用这种自恋 他只想想用这种自我 一自我嘲讽自己的无能 另外一方面又嘲讽 这个整个体系的无能 说你连我这点话都不能容忍 你这个体系真是无能 三 嘲讽那些真正去行动者的无能 他无非叫嘲讽一切的无能 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了 他就把自己塑造成是一个 他有能力来看到 所有这一切的无力的 这一切无能的 他就变成这种人 他实际上就是想观看 想在观看上获得某种胜利 想在思维的判定上获得某种胜利 这种胜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种胜利是反动的 这种胜利无非就是对于现实状况 不断的一个确证 他需要现实处在一个 他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的一个糟糕的状况 他才能获得这种优越感 沉溺在这种优越感当中 就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荒谬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让我感到极为的 不是的 极为觉得恶心的 他是一个cosplay的赵毁派 你知道吗 cosplay你知道吗 太恶心了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在司徒如威的 报纸上刊登宣言的赵毁派 神经病 这不是变态吗 这是一个极为妖孽 极为恶心的一个现象 你如果真是一个赵毁派的话 那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不存在这种什么 我当然我心知肚明了 我自己是知道的 没有 no 没钱没人 这条道路根本走不通啊 it can't walk 他走不通 我实事求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条路走不通 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这条路走不通 路费都出不起 吃饭的钱都出不起 而且都是歪瓜里枣 废物东西 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我再明确的告诉你 我在明确告诉这个社群里面的 可能我的几十万粉丝 我告诉你们 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这搞笑因为 你以为我们的局面 四里八的1900年的俄国 你去看看社会现实 you understand 社会秩序的主导性的 一个维持者 一些基本的生存价值的 一个保障者 是我们党和政府 他是整个社会的 维持性的一个 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个力量 可以说是一个主导性的 一个支撑性的 保障性的力量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 就是要实事求是面对现实 实事求是面对现实 我很多东西 我真的是不想 这个COSPLAY的造回法 真的是太令人个应 太令人恶心了 要坚决的和他们作斗争 要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所以要坚决的和这些公开的 违法的激进的理想主义 做斗争 他根本不配称之为理想主义 因为他实际上不希望理想变成现实 他根本不希望理想变成现实 他实际上是一种反理想主义 他反对真正的理想 他希望这个现实一直肮脏下去 他可以一直站住那个肮脏的位置 一直去骂去污蔑去掳骂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这些家伙是不指望社会 有一丁点的进步和发展的 不指望有一丁点的进步和发展的 他无非就是不停的 就是 这个东西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觉得这种力量真的是 这个力量 它是一种民粹主义 而且是一种 伪装成激进左翼的 极右翼民粹主义 他不认现实 你知道吗 他们是远离现实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没有现实的逻辑 因为他远离现实 他不知道言论发生在何处 是具有现实的意味的 现实的意味 当然现实不仅仅是种意味的 你这些话 你如果真要说 每个人有他言论自由 你如果要说一些违法犯计的话 你自己心里嘀咕几句 没有人可以管得到你 没有人可以治得到你 但是你在公共场所去传播 这是违法犯计的事情 你要付出代价 他如果说 要赞助道德制高点 说这个当年原教旨里面是这样写的 可以怎么呢 可以怎么这样 然后他就这样说 这样说 实际上是在挑唆别人违法犯罪 说这种事情 这种行为 他无非就是认为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君子欺他了 他就说你是小人 那实际上他是小人 实际上他是占这个口舌 乘口舌之能 占这个便宜 他爽 他可以看不起他一切就是 他就是不让他这样玩的人 看不起一切不让他这样玩的 我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讲 我是就断掉了他们这条路 因为我首先你要讲 你真的要去说是你是个义贯之人 先理论学习 先理论学习做起 理论学习做起 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辩证法先学起来 什么叫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先把握起来 你如果那辩证唯物主义 都是一个四不向歪的一个东西 你来说服谁呢 在我这里啊 就划了一个前提 划了一个前提 他说这个前提是错的 那马克思是错的 那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那就是你就不是吧 是个教条主义者 不能这样 我就搞笑了 那你这个你自己 理论上的教条 你都没把握 那些现实的欲求 一定要有什么什么队啊 一定要有什么什么 什么组啊 都要组织起来 这些教条 你倒是一个有一个 算一个都是封关许愿 互相这个名号啊 头衔啊 互相这种cosplay游戏 玩的这种教条 你都玩得很流畅 你不进行理论学习 你凭什么判断 什么是教条 什么不是教条呢 我在这里讲 你要给别人扣教条主义帽子 你起码你的理论 得有一定的扎实的水平 得能跟我对话 所以我再强调一边 我公开呼吁 要与一切公开的 违法的激进的理想主义 做斗争 但并不是说我们就站在 完全站在一个公开的台面的 上面那些主流玩法那一侧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这样叫做 叫做是吧 你这样叫做 二五载子吗 你这种做法是很可耻的 很可耻的 你这看上去 它是站在激进的理想主义那边 实际上它站在哪一边 它是站在一个想要激化矛盾 而且这个激化矛盾是在你说的 社会的进步性的成熟力量 还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 很多思想和方案没有得到 它能不能行得通 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沉淀 要有一个力量的一个积蓄的 也就是我们国家共同富裕 比如说这样的伟大号召 它在现实当中的铺设 是很要 要有沉重的脚步的 肯定是要有沉重脚步 不可能是轻盈的 然后肯定是逐步推进的 这些过程 他说直接完全取消 不要这样做 那这不是在搞笑吗 或者说这个东西 不就是要挑起混乱吗 挑起人与人之间不信任 和纯粹的这种 矛盾的无意味的计划和冲突 它实际上是崇拜毁灭的 崇拜一种 憎恨厌恶 崇拜一种 彼此之间不理解冲突 它盲目崇拜这些混乱的力量 它和那些 帝国军的战争贩子有什么区别 它和那些盲目 希望在这种乱境当中 乱中获得一些支配别人 控制别人 伤害别人的那些权势和地位 那种纯粹的肮脏的投机分子 又有什么区别 这种人啊 不要看他叫激进理想主义 叫多想 你要看到他做的那种事情 所具有的非常可笑的矛盾 这个矛盾并不是一种积极的矛盾 这个矛盾指向的是一种极为反动的 极为肮脏的一种 公开宣扬违法的激进 激进口号 激进理想主义 这种事情是极为幼稚的 极为幼稚 这事情不是说 打马虎眼打遮兆了 不是的 你公开传播违法信息是什么意思 秩序就被你这样破坏了 组织起来的合理的 舒缓的讨论 你就预先知道答案了吗 你的现实当中 你采取了什么样的路径 让你有这样的判断 你有任何的现实依据呢 你就代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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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想这样 一定是温买的 yay 让到jeitten 只是这样